哈囉大家好我是Amy 歡迎收看8891汽車頻道 我是PayPay 歡迎來到車台聊天室 嘿PayPay 你還沒買車對不對 而且我知道你好像對買車一直有一點點的恐懼對不對 對有點恐懼 然後加上我也還沒有選好我想要買車的車款 其實我有很多因素啦 OK那可以透過分享的一些故事 我覺得看能不能對你有一點點幫助 就是我的經驗我的故事直接跟你講 好因為我也蠻想了解的 因為聽說你人生第一台車好像18歲買的對吧 對18歲就買第一台車 因為我比較好奇的是18歲耶 我記得我們那時候大學生一個月才8000塊 打工大概每個月也是1萬多啦 但是不會到2萬塊 對1萬多了 那時候就在想說哈18歲那時候存錢買摩托車來不及了 然後你18歲就買人生第一台車 我會買車是有原因的 那個也是因為我以前交一個女朋友 他住基隆 然後基於三個大的核心理想 所以我去買車 什麼核心理想 自由照顧跟喜好這三個 哎唷 對啊有點浪漫啊 因為我也想照顧他嘛 因為他那個時候該怎麼講就是 因為我們是在台北認識的嘛 因為他原本在台北讀書 對 那週末呢 就因為年輕人就是喜歡約會幹嘛的 所以我就想說那如果我可以買一台車的話 我們就可以打破那個客運或是火車的限制啊 就是約完會也可以帶他回家 這樣子感覺還不錯就有照顧到他這樣 我覺得你很貼心耶 而且會有門禁嘛對不對 有時候就不能出去都要太好門 就是為了這些考量 所以我就想說 那就買車好了 我覺得買車其實是要有一個動力 就是有什麼樣的動力驅使你要買這台車 所以我覺得 你看其實我那個時候這樣都可以買了 其實你現在要買更不是問題 只是就是選擇啦 看你要買什麼樣子的車 我覺得第一台車真的不用想太多 就是因為買車啊 我自己是覺得 以現在的經驗來看 我覺得 買車跟騎車還有坐車 它是有很大很大的分別的 那第一台車可以說是你進入一個 截然不同的生活的一個試驗的方式 但是我比較好奇 那你第一台車買什麼 我第一台是買那種喜美 就是HONDA的喜美 然後是K6四門 Hebe Hebe啊 就是Hebe啊的K啦 那車買的時候已經有點破破了 但是就很便宜嘛 我記得才買5萬塊而已 5萬 對 5萬耶 我有聽錯嗎 其實5萬就可以買車了 而且我那個還算是 我都沒有內裝 但是其實5萬塊是可以買到有內裝 然後功能性很完整的車 就是看你接不接受這種車而已 我覺得啊 買車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是 除了你要準備錢之外 另外一個更重要的是行李建設 因為你多少錢都可以買車 但是買車伴隨而來的是 截然不同的生活跟使用費用的部分 使用費用就你看 比如說油錢就比機車多了嘛 然後停車費落差是很大的 然後再來就是稅金 然後保險等等還有保養 其實這個都跟機車或是坐車差非常非常多 我覺得買車最重要的是在這一個部分的行李建設 我個人反而覺得車子還好 我說我自己的經驗好了 我覺得買車第一個最大要跨過的門檻就是 你想要買一台你覺得可以使用又自己喜歡的車 通常伴隨而來就是那個價格 你可能沒辦法負擔 所以現在我就會有點猶豫說 那我到底第一台車要買自己很喜歡的車 還是就是一台代步車 我自己覺得第一台車不見得要挑自己喜歡的車 我覺得第一台車你不要討厭它就好 我的理由是這樣 我一般而言我都不建議人家第一台車買價格很高 或者是自己可能會非常喜歡的車 因為你第一次買車 你可能在一些使用經驗或是駕駛上面 你的經驗都不夠 那如果說好你車子撞到了 你會很心疼然後你要花錢修 第二個是如果你真的沒有辦法接受 這麼多的額外的所謂的使用費用的時候 如果你這個時候就趕快停損 然後就把車賣掉的話 其實你的損失會比較少 你講其實蠻有道理的 因為我覺得一開始最怕的就是我買車 然後我隨之來就是車帶稅金保養費那些嘛 那如果你一開始的車不要選這麼貴 我就先就使用習慣來累積我自己平常 我就知道我的那個花費多少 這樣我就可以知道我可以買多少車 對我那個時候車子買回來 我確實一開始也有被那個使用費用就是衝擊到 就光使用費用就是油錢停車費這些來講 我第一個月第二個月都大概花了七八千塊 那你生活怎麼辦 就你知道就是 就是只能生活稍微限縮一點壓縮一點 就吃個泡麵啊什麼省一點啊 基本上是這樣 但我覺得我可以接受 因為我買 當初我買這台車的目的我都有達到 而且我也有朋友是 他一開始真的很喜歡一台車 然後他就說 陪我找了幹嘛 然後找了半天他真的買回來了 結果他買回來以後 有一種他就是不會用車 你知道嗎 從他的使用習慣 他就會覺得 因為他原本騎摩托車 他以用那個思維去思考那個生活模式的話 他就會覺得開車什麼都好貴喔 那我買了這個車我又捨不得開 結果搞到最後那個車真的買了都沒有在用 好浪費喔 對啊我覺得這樣子反而比較不好 我覺得你反而從便宜的開始 你真的不會這麼心疼啊 因為使用上真的差蠻多的 所以我覺得你不用太擔心 因為你想想看喔 一個月賺個一兩萬塊 然後買五萬塊的車子也可以開 也可以滿足你最基本的使用需求 然後你會認知到開車跟坐車子 不太一樣這件事情 那怎麼樣選第一台車 因為我覺得 我覺得聽到五萬塊的車啊 我自己就會很猶豫 五萬塊的車真的可以開嗎 五萬塊的車是可以開啊 但是我不得不說 我這可能是一個比較特例的情況 那當然我會建議啦 我個人建議第一台車 預算壓在20萬以下 甚至是10萬塊左右 我就覺得可以 那這種車 通常你就必須要選一些 折舊率比較低的車 那所謂的折舊率比較低 大概會出現的車子大概就是那種 它本來售價都不貴 像有些國產車 它可能本來就賣6、70萬 所以它本來就不貴 那它價格再疊下來 那你一樣會很好入手 就大概1、20萬那邊 價格本身就不貴 然後它的實用性很高 它的經濟性也很高 它的妥善率也很高 實用性就可能它 市門啊 可以載很多人啊 然後經濟性就是 比如它省油 然後省稅啊之類的 然後妥善率就不用講 妥善率就是 它使用起來 它其實 第一個是它不太會壞 第二個是就算它壞了 你也可以很輕易的找到一些 民間的保修廠去保安維修 所以你也不會有什麼壓力 大概是這樣的車 你講了這麼多 還是你舉例幾台 就是讓我大概可以去比較一下 有哪幾台20萬以內 你覺得可以買的品牌車 其實基本上喔 像譬如說 Toyota Honda Nissan 或是Mizumi 許福特這些車 它某些車款它都有這些特點 然後我稍微舉例一下 比如說像Toyota T-Sale 那個這個車現在絕對是 8萬塊以下就可以買得到 那如果說你想要稍微拉高一點 跟10萬到20萬之間 比如說Toyota Yaris啊 Vios啊 這些都是好選車 然後比如說Honda的本田 本田可能也跌到10萬塊以下了 就是CVC的部分 可能也跌到10萬塊以下 那如果想要高一點 就City跟Fit 對 這兩個基本上20萬以內也都買得到 然後還有 如果你不會想要這麼 就是外觀看起來這麼流行的話 你也可以選擇 你上了Centra 或是福特的Tierra 甚至是Mizumi 許的Lancer 其實這些車 價格基本上都在20萬以下 而且他們都有 我剛剛講的那幾個 低折就 然後妥善率高 實用性高這些特點 我覺得最害怕買一手車就是 你買來呢 你要修它 然後反而比你之前買車的錢還要多 所以我要怎麼選 你現在這個問題就是一個 使用費用的認知的部分 其實不管你今天買的是新車 二手車 還是價格低價格高 基本上你都必須要去承擔 回來的維修保養的費用 基本上我會覺得 維修跟保養 它某種程度上算是同樣一個範圍 因為以維修來說好了 維修在真的遇到故障之前 你如果都有適時的檢查零件 你是可以用預防性的保養 去取代維修這件事情 所以這個是使用費用的部分 就是你必須要有一個認知 你已經不是 反而我就是做車 做到壞掉以後 我再去解決它 而是你必須要有一個 長久組織性的保養的過程 然後去使用它 就是你每個月都會有一定的支出 去維持它 維繫它這樣的概念 那所以我 如果買5萬塊的車 那這個5萬塊的車 從二手車上買來 它零件一定都會是好的嗎 這個不一定 有可能是你買來後 開的時候 你才會發現一些問題對不對 可以這樣說 不過基本上 買這種15萬塊以下的車 基本上它一定 第一個它一定有一定的年份 所以它時間很久了 所以你要去注意的事情 不會比是一些價格 比較高的車子還要多 原因是 這些車子它基本已經這麼便宜了 如果你遇到你怕的可能是 可能重大事故車啊 泡水車啊 或是有很巨大的瑕疵 這些車基本上 機率相對來說 你可以注意到 然後不用那麼複雜 是因為這些車都已經跌到一定的價格 如果這些車有發生上述的這些事情 它要去維修的價格 可能都超越它車價本身 所以這種 這種情況就是 車商他們可能 這台車都泡水了 都撞過很大了 我幹嘛要修它再來賣 我乾脆直接把它報廢就好 所以就是那種年份越久的車 它越不可能去修啊 對啊 你就不會去修 所以相對來說 你可以用這種市場的機制 去篩選掉一些 可能會造成你巨大虧損的原因 你這樣講突破盲點 我一直都會覺得說 那些很便宜的車 有可能都是什麼 故障車 泡水車 事故車 這個要看車型 就比如說今天有一台 市價60萬的Altis 他只賣你20萬的話 那你就必須擔心這件事情 對 你要看它的新舊程度 對不對 跟它車價 你必須要先篩選第一輪 就是啊 乾這個車 哇 怎麼平常賣60萬 但是現在 我去看他說賣有20萬 那這可能你真的要有點警惕 這可能會有一個問題 但是我剛剛提的這些車 基本上 它本來的售價區間就已經很低 就已經在20萬元以下了 那稍微再便宜一點點 它是有可能 蠻有機會的 對 對啊 那買這些車子 其實我可以教給你一些 小小的例子 就是買這些車子 你注意的事情 其實不用太多 基本上啊 你只要注意它有沒有漏油 就是引擎變速箱有沒有漏油 然後冷氣會不會冷 開起來變速箱順不順暢 這些就好 這三大項 對你甚至不用太去注意泡水 或事故這些 一方面是我剛剛講的那一些 另外一方面是 你這個車對你來說 就是一個階段性的代步工具 因為你有可能開一開 我下個月就買也不定 對 因為你可能 你覺得你馬上就習慣了 然後你馬上就 看到另外一台你很喜歡的車 那當然聽起來 買車好像沒有那麼難耶 是沒有這麼難 我想問 所以我去車上那邊買車 就是 我要注意什麼事項 就我剛剛講的嘛 你可能注意 它有沒有漏油 冷氣會不會冷 開起來順不順暢 再來就是合約上的東西 因為這種是萬元以下的車子啊 其實有些車商會 比較不願意做這樣的事 因為他們利潤太低 所以你有時候可能會跟車主買到 但不管你是跟車主買 還是跟車商買 在合約上 你都可以去注意一些訊息 合約的什麼樣的訊息 如果你擔心 它有可能是泡水事故 如果你真的很care的話 泡水事故還有營業車 你可以請它標註不是 就是如果它標註了不是 結果你又後續發現它是的話 你就可以告它了 詐欺之類 這三個是我覺得 泡水事故跟營業車 這三個是我覺得你可以看要不要 那有幾個是一定要起它標註的 第一個是AB車 第二個是髒車 第三個是法拍車 法拍車 可是我法拍車要怎麼樣知道 它是不是法拍車 法拍車其實你可以查得到紀錄啊 也是網路上都可以看得到 法拍車除了可以查到紀錄 還有一個風險就是 因為法拍車 它產生的車子大概是這樣 就是今天我成計畫 跟銀行貸款買這台車 但是我買了以後 我沒有錢付這個貸款 銀行就九二九十九二九十 它收不到你的錢嘛 它就會找一種就是專門在找車的人 它去路上找這個車牌的車 它找到了以後 它就直接把這個車扣回來 對 但是 是這樣 因為它扣回來不違法 因為對於銀行來說 它是所有權人嘛 對啊 對 那它就會把這個車再丟到拍賣場 或是丟到車上去賣 但是這個時候就有一個潛在的危險就是 這是別人的糾紛 你介入了這個糾紛 這是第一點 第二個就是 你要知道這個車賣掉 前車主手上還是有這個鑰匙 所以疑慮就在於 我法拍車有點像是 強迫從車主手上拿走 對 那這樣車主 它有鑰匙也是有一定的危險 對 因為它就 它就對在的時候 它還有某種程度上的掌控力 如果它有一天走在路上看到 不打開之類的 當然你有可能 想要撿便宜去買了法拍車回來嘛 然後你可能換個鎖啊 幹嘛幹嘛的 但不管怎麼樣 你都還是介入一個別人的糾紛裡面 如果前車主又說 我有付錢啊 你怎麼可以把我車扣走 他可能有一些轉帳上的問題 那實際上他有付錢 那最後進入訴訟狀態的時候 你就會很麻煩 而且如果這個 把拍車的車主 有拿這台車去幹嘛 借錢還是什麼的 對 就會變成是你要承擔的 對 就是它如果 除了銀行之外 它還跟當部借錢啊之類 這也是會蠻麻煩的事情 我想問 就是那你有沒有買過這些車的經驗 有 我曾經買過一台 也是 是七代喜美 那個是一台營業車 不過我那個時候算是有一點小小的 被騙 你被騙 對 那個時候很年輕 你這麼聰明 沒有 那個時候真的很年輕 那個時候大概也是 20歲左右吧 那個時候前面一台車賣掉 然後我是自己去看車 我好像到樹林吧 一個小車上去看車 然後我原本是看A車 後來他就跟我推B車 然後就說 這個車怎麼樣啊 很好啊 又自排的 方便好開啊 然後你看那個內裝 漂漂亮亮乾乾淨淨 然後我那個時候想說 也是啊 如果就跟女朋友出去的話 我不開手排車的話 我就可以牽他的手了耶 然後哇 然後想說 哇 冷氣又冷 然後車子又乾淨 好啊 那我就定車嘛 然後定車他什麼都沒有講 然後等到 有一天要去交車 要一起去過戶的時候 他到那邊寫合約 他就說 欸 那我先告訴你一件事情 那這台車 它是營業車 他之前有當過計程車 他還沒有事先講 對 要簽約還講 對 等於說到簽約的當下 他才跟我講 那那個時候 我不得不說啦 我自己是有一點反應不及 所以我說好 那如果現在我不可能說好 因為那個車確實後來 他有一些問題 就是 他有一些漏油啊 然後使用你層數很高 所以有一些零件老化 變成我又花了一些錢 然後最後發現 我怎麼樣花錢 都沒有辦法止損 然後我就把這個車賣掉 我覺得買車最怕的 就是你剛剛講那幾種 就是你買到這幾種車 然後 你可能不知道 要怎麼處理 對 但是 因為你剛剛講說 可以請車商幫你標註 我就覺得 應該這個叫做 旅約保證 就是旅約保證說 你不會 這台車不會有這些問題 但是這個是可以透過合約可行的東西 那合約還要注意什麼 合約還有一項 我覺得有些人 就是如果沒有買車的話 一定會忽略 再來就是 車輛交付的時間 如果你今天交付時間 你跟他說 我今天訂車的時候 你就簽了交付時間 那你到過戶這個時候 可能有一個禮拜的 你沒有拿到車的時間 你不知道他 會把這台車開去幹嘛 第一個 對 第一個是衍生的費幹嘛 一個是停車費 然後通行費 也有可能 如果他這台車 在這段期間 被偷走了 拿去作案 那你還會變張車 對 那或者是 第一個變張車 第二個是警察 追查下來的時候 車商想要 想要卸責 他就說 我這個車已經賣給許小姐了 這個時間已經不在我這裡了 那就是你倒楣 你可能不會有事 但是你會被調查 會非常麻煩 那真的要 好好寫清楚 所以通常 我個人會簽兩份合約 一個是訂車的合約 一個是交車的合約 那就要 就是明確備注 我現在這張合約 是我訂車的合約 我現在訂車的時候 我付了多少的款項 然後我們要在幾月幾號 然後在監禮所 或是在車廂那邊完成就是 過戶跟交車的作業 這是訂車的合約 然後當然這裡面就要包含一些車身號碼 引擎號碼 所有都要標注上去 然後一個人各拿走一份嘛 然後等交車的時候 再簽另外一份 你不講我真的也不知道 所以一般的二手車行 他們也會有這樣的合約嗎 你可以要求 如果他不讓你要求 那就有 就有蠻多潛在的問題 你就可以去質疑他 因為為了保險嘛 你也不要去觸碰這些事情 對啊 基本上啊 如果你掌握這些 其實你就可以避掉很多地雷了 我覺得比較難的 還有一個部分就是 用起來的感覺 就是基本上你在交車前 可以試開吧 可以 通常 5萬塊也可以嗎 法律上 法律上是沒有規定說 一定要 必須要 他必須要做這件事情 但是你可以要求 你也可以看他 你可以透過這方面 看他的態度怎麼樣 如果他很放心給人 當然沒有問題 但有可能是有一個問題 就是有些二手車商啊 他們是這個車 他們買進來之後 他們會停牌 因為他在賣出的這段時間 他還是要繳稅金 他停牌就不用繳稅金了 所以有可能有這種情形 他不讓你試車 因為沒有牌可以上啊 對 你要問清楚是怎麼回事 如果是這個原因的話 你我覺得你可以 所以那可能協調一些好的辦法啊 因為如果你要買車的話 我覺得有些錢是不能省的 比如說你要試車 或者是你要送認證這些 我覺得這些錢如果 真的你必須要額外花的話 你很喜歡這台車 或是你覺得這台車 跟你很有緣分的話 我覺得這些錢是可以花的 因為認證可能花個四五千塊嘛 然後你說試開的問題 你可能可以請他找個拖車啊 到一個地方啊 你去試試看 或是在他的場內簡單的試試看之類的 那我想問認證的話 我是有專門認證的地方是不是 其實認證你可以看得出來 那個現在有些車商會有些聯盟嘛 其實這些單位 他們都有自己的認證人員 然後他們一般而言 他們不會拿這個認證開玩笑 因為如果你這個認證有問題的話 他整個扛棒就會 也是 所以我覺得 我覺得聽你這樣講下來 好像如果要買中古車的話 可以選原廠認證車 是比較保障 也可以 也可以 可是原廠認證車自然價格比較貴 就不會在我們現在討論這20萬元以下的範圍 對 那當然剛講的認證 除了他們自己車上認證之外 你一樣有第三方的認證你是可以自己找 但是那個就額外花錢 但我覺得如果你覺得緣分到了 這錢是可以花的 你的建議也是 如果去看車可以找親友跟你一起去看 對 可以因為我覺得看車啦 盡量不要一個人 因為像我剛剛講到我被騙的那個情況 就是我都是一個人 從頭到尾都是一個人 然後他們不得不說 後來回想起來 你會覺得他們話術真的很強 你完完全全被牽著鼻子走 就業務嘛 對啊我後來有跟我朋友去看車 或是我朋友朋友去看車 其實都有遇到相對的問題 然後就是 可能我要必須打斷我朋友 跟他說欸你先不要這麼擠 或者是他們打斷我 旁觀者親 旁觀者真的親 旁觀者真的親 然後他推 他也不 因為你兩個人去嘛 他也 你可能以前有聽說過一些什麼 去來看車啊 你不牽車然後走不了這種情況下 你有兩個人多少也比較安全 對啊雖然說他們人可能會更多 直接放你圍起來 因為我覺得像現在如果我們去看那個二手車啊 因為車子這麼多 你就一開始一定會想說 啊來看一下自己喜歡的 那通常自己喜歡的就會比較貴 或是二手車商就一直推他們想推的車 對 對 但是這件事情也是你去看車線 你就要必須做好心理檢測 你的目標跟設定要很明確 就要找多少錢 對 怎麼樣的車型 對 然後確定好再去 那我想問就是 你要怎麼建議像我們這樣 新手買車的人 要怎麼踏出第一步 我覺得勇敢一點 我個人是覺得啊 如果你從來沒有擁有過車 車子可以帶給你的生活是前所未有的 是啊 對因為你的生活會完完全全的改變 你的出遊的範圍跟你的自由度完完全全的 就已經不受限了 你甚至 你隨時想要看日落 你隨時想要看日出 你都可以去 我自己就是有車之後 我的road trip 然後 讓我的人生 就是看到事情的角度跟完全 跟以前完全不一樣 我甚至 我當然 我買車之後 不知道就是 因為買車看了幾次日出 反正就是自由 自由這一點真的差滿多 所以我是覺得勇敢一點啦 那 我建議大家就是第一台車 不要設定比較太高 我現在比較有頭緒就是 我就先找價格低 可能就從20萬看看 先從5萬10萬看看 真的就是覺得那台車不行 就是再把目標設高一點 反正就是設定一下這個預算 然後預算 設定預算真的非常重要 也可以避免很多後續的壘啊 或是什麼問題 這些經驗是 就是長達10年以來 血淚10幾台車 你花了很多錢買到了一些 對就是有一些經驗 還有其他還有更多也可以分享給大家 但是基本上這些東西 你去理解以後 基本上你買這種比較入門的車 你就可以避開很多雷 但我沒有辦法保證 你完全不會踩到雷 但是你真的可以避開很多了 那下一集 我覺得今天應該差不多了 下一集我可以再分享 就是可能如果你看的設定目標再高一點 可能二三十萬 三四十萬的車要注意的事情 我覺得可以慢慢分享給大家 好啊各位觀眾還有沒有什麼任何問題 跟我一樣買車新鮮 如果你們 各位觀眾如果有問題的話 也可以在底下留言啦 就是 或是對於今天的內容啊 有什麼疑問啊 我也可以稍微幫你解答一下 但是謝謝艾咪 你真的是幫我解惑好多 我自己是非常推崇 有車生活這件事情 因為我覺得那讓我生活變得更豐富 所以我很推崇這件事情 很不一樣 欸欸 欸 他起床了 他突然就掉上來了欸 真的 你知道什麼意思嗎 他乾先我們炒 他知道我們炒 他要吃飯了啦 貓要吃飯我們也要吃飯了啦 好好笑喔 好啦 大家記得要訂閱88911的汽車頻道 沒錯 小鈴鐺記得打開喔 下次再見 拜拜